大家好 我叫周浩瑄 目前是在台中的餐廳工作 我的個性跟我的料理方式 會比較直接 不會那麼多的拐彎抹角 我是郭統偉 我是多明家跟台灣混血 我想要給大家看 多明家的料理有什麼不同 我名字叫尤欣淵 我來自宜蘭 不管對到誰我都會全力以赴 我很期待下一個對手是你 好 浩瑄 欣淵還有童偉 30分鐘 請把握時間 嫩肩糖醋豬梅花 對 你才25歲耶 對 你畢業就在做廚師了嗎 我之前其實還沒畢業 我就開始有在打工這樣 那你今天心情是不是很好 今天沒有啊 沒有 我心情OKOK 他感覺悶悶不樂耶 他是專心啊 專心 對... 緊張... 緊張 LULU你知道他是號稱 廚師界的高爾瑄嗎 我有看到 但我想說 我就沒有講 真的是 這個是你自己的稱號是不是 可能臉遠一點現在不像 等我瘦一點就像 你以前有像 以前像 但是LULU 我是對有一點肌肉的這種 廚師比較有信心 太瘦了我沒有信心 真的喔 對啊 總是要喜歡吃東西 對 要品嘗啊 要喜歡 要品嘗 你這前置在做的一個是什麼 醬料嗎 這個的話我是打蔥薑蒜 待會是要去醃 那個我的豬梅花 對 讓它做一個 初步的軟化 對... 軟化它 對 醃個十分鐘左右 OK... 因為我覺得梅花的油脂 跟它的筋膜是會 讓它口感會比較好 不會這麼的乾 像是如果用豬里肌的話 可能做完之後如果 30分鐘我覺得可能 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做的 考慮到時間成本 所以就選了這道料理 對... 中間的這位朋友 馨淵 馨淵你的桌上的東西 是 也是滿多的耶 這個還有這個五穀 穀類 對啊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 這個 羅勒葉 我要做 義式炭烤豬梅花 喔 OK 你平常是比較擅長義式料理嗎 對啊 我喜歡那種義大利的感覺 就是慵懶啊 呂淵 呂淵的這樣 喜歡沸沸的這樣 義式有呂淵 呂淵嗎 你這個刀... 哇 這個刀工 我在做 就是裹在豬排上面的 一個類似像配食的一種醬 這個也是前製作醬料 是... 這個是要用在什麼的 我要蜜蘋果的 對 要解膩豬排的 做焦糖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嗎 火候 還有它持續升溫的速度 非常的快 對 所以呢 你要注意到 你不可以讓它的顏色 已經到焦糖化了 你要有一點淡淡的下去 OK 太顏色太深就變成非常苦 然後越溫度越高 它的甜度會降得越低 這是很好的方法 可以用糖把它稍微轉化 變成不同的食材用法元素 所以很期待這個到時候是 怎麼樣 我來反這位多明尼家的朋友 嗨 你是混血喔 對啊 對啊 所以你今天是跟多明尼家 相關的料理嗎 對 沒錯 那是這個叫什麼名字 這個叫做鄉村豬肉鬆餅 鄉村豬肉鬆餅 對 多明尼家料理有什麼不一樣的特色嗎 就是料理都是蔬菜比較多 哦 對 所以你看現在那個料理這個蔬菜擺出耶 顏色就很澎湃 所以這個是一個甜點嗎 它其實就是我把它當成一個 早午餐來做 所以它會鋪在基底對不對 對 沒錯 然後你上面再把它弄上去 對 洋蔥 洋蔥跟馬鈴薯 等一下我會炒這個豬肉 我會另外炒 為什麼你從小想學料理 可能是撞榴槤吧 撞榴槤 對 撞榴槤 你真的是老虎耶 你要小心 焦糖弄太久就苦囉 就真的沒辦法回甘囉 好 要注意哦 好 謝謝這位哥哥哦 好 你的這個已經好了 你豬已經起來了 對 我先把它表面煎香 那待會兒我用奶油去淋它 讓它表面再更脆、更香一點 哦 好 我們現在還大概剩十三分鐘 有人用到烤箱了 好香耶 儲弗 你來上我們... 不然來幫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好啊 沒問題 因為現在剩十三分鐘 現在很激烈 應該算是要在最後很重要的時間了 好 所以你剛剛豬肉弄到一半 然後現在去烤 對 那我就是讓它 用溫度去熟透裡面 鍋子煎的話 直接煎的話會比較乾一點 所以... 你光是看它現在這樣子 有沒有什麼 最後十分鐘要趕快 QQ的用用的東西 怕它的最後處理會是用刀切分盤 那肉汁就會流失 它沒有讓它去休息 因為蛋白質其實 非常怕熱的 你如果要軟化蛋盤子的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低溫 所以我們常常有時候 大家都知道是 薯肥其實就是低溫 軟化蛋盤子的一個方式 他還去用烤箱 對 那我們先看看他原本這邊 需要弄什麼東西好了 他現在弄這個蘋果已經弄起來了 好 他是這邊的這邊的南瓜 南瓜 你要做成泥是不是 是 因為我滿喜歡南瓜配豬肉 這樣子的組合 南瓜的話 其實纖維感很粗 對啊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讓它的糖 跟它的汁 跟它的纖維可以融合起來 其實溫度非常重要 又是溫度 它的焦糖處理得還不錯 OK 對 多米尼加的同學 加油 多米尼加的感覺 已經出來了 多米尼加其實除了蔬菜使用之外 香料也很重要對不對 對 今天有加 那你的香料是用什麼 蒜頭的香料 自己做的嗎 當然是跟媽媽偷一點 對不對 對 今天有媽媽的加持 對 還有酪梨耶 酪梨就是 因為 拉丁每時候很喜歡酪梨配主食吃 然後配肉吃就很大 它的料理相對簡單 但是 我比較擔心的是它的 Waffle機 因為我剛剛看它的Waffle的顏色 還不夠 對 而且其實Waffle 大家要外面是脆的 所以它一開始的溫度要很夠 對啊 如果它那 它的脆度不夠的話 它變成會 溼溼的 全部熟化會溼溼的 對 這邊好像也差不多了 它的部分 其實在配菜的部分 它的複雜度非常的高 它在每個配菜 它都有顧慮到說它的調味 對 然後跟它的風味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它 我滿期待它的料理的 說實話 剩六分鐘喔 小哥哥 右邊 你這個是空的 你還在裡面對不對 對 我在烤 現在在烤 來得及嗎 你到底算好時間喔 什麼 好真心喔 怎麼 它現在在烤 是不是也沒有什麼可以忙的 對 可是它的醬汁應該要看它收的程度 我待會兒再熱一點點 因為它目前還差一點點 但是我怕我待會兒在開火的時候會 太稠 所以我先暫時讓它在這個階段 八角 梅子 我想要用酸去中和豬肉的油脂 所以我用梅子然後蘋果汁跟一些中式的香味 像八角丁香然後月歸月去熬這個醬汁 它的味道其實跟... 其實很多人在做豬排的時候會用到八角 好好吃 注意一下時間囉 最後五分鐘定生食囉 我們來關心一下它的Pancake 下感覺可以了對不對 還差 還沒有 但是你上面的料都好了 對 就差最後了 沒錯 走來走去 LULU,我會覺得看到他們那麼忙 我會很開心 因為他們只有三十分鐘嘛 對 他們是怎麼樣簡化比較複雜的這種步驟 可以三十分鐘之內做完成的一個成品 所以我也有考慮到這個 好 兩分二十秒 要開始擺盤囉 對哦,速度要小心哦 要戴起來哦 剛好訓你還沒切 對,目前熟度有點不夠 那我就稍微再... 好 做一下加熱 好 五十秒 好緊張哦 最後三十秒 考驗的就是等一下的穩定度 五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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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三位完成了各自的料理 辛苦啦 馬上就要來吃囉 好 我是做嫩煎糖醋豬梅花 我希望用糖醋來去減緩豬肉帶來的油膩感 最後你十分鐘 豬還沒有熟 那時候你心情會不會覺得要超賽了 所以我褲子有點... 他擔心的沒錯 就是有不熟的 但是我有興奮到一塊小的是有熟的 我喜歡你處理那個豬肉的嫩度跟它的味道 你的醬有點偏甜 你太異化的時候 其實你吃起來甜度跟味道會太強烈 對 我會跟Fred有一點Disagree 因為... Disagree 不同意 我認為你配了這個醃製的蘿蔔 搭配這個甜度是相當好 而且它的口感、脆度 搭配上這個麵包屑的 給你兩個很乾淨的這種不同的 crunchy的口感 這些元素裡頭都是很搭配的 太好了 這是他的心情 我也很喜歡 我覺得很好吃 謝謝 謝謝 我選黑毛豬 裡面有選義式跟中式 然後融為一起想要呈現這道料理 敵人的驕傲 好吃 有,我覺得它對味蕾的敏感度非常夠 而且它的配合非常好 譬如說麻跟辣其實要用甜來中和 熟度非常好 中間帶一點點的粉紅色 阿姨姐怎麼樣 就是因為是有辣 然後我也非常喜歡吃辣 然後跟豬肉是很much 很清爽又好吃 你也許有很多想法 這是好的 但是智慧是要知道 要幾樣元素放在盤子上 我認為你也許一半的這些元素是不需要的 是 好,我們現在可以吃第三道 這個叫做鄉村豬肉鬆餅 我想要讓大家知道我的國家 就是我媽的國家會吃的東西 我吃的就是一種很溫和的感覺 我吃的就是一種很溫和的感覺 對我自己的私人的胃口來講 我覺得沒有一個特別的獨特的味道 這個會讓我有一點sad 比較peaceful 因為它的個性看起來好像很peace 我會怕吃完這三道 這一道我會忘記 你知道嗎 這是我的意思 三位都有各自的風格 然後也吃出他們的個性 請問一下 你講三個豬肉料理 你的選擇是 我選擇八號選手 八號選手 恭喜獲得一票 雅倫 請問一下你的選擇是 八號 八號選手 恭喜獲得兩票 Jason 你的意見呢 我選的是七號 七號 恭喜獲得一票 最後問一下 除佛你的選擇是 我也選八號 八號獲得三票 恭喜 好,這個階段我們恭喜八號選手 順利晉級 恭喜 耶,我晉級了 好像 還豐厚的感覺 很平淡 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然後就這樣晉級了 有點不真實這種感覺 其實老實說 還是會有點失望吧 失望可能不是老師沒有選我 而是自己沒有把東西做好 做到想要的狀態 我覺得是我在分切的時候 切得太厚了 因為我希望它的能保有的水分多一些 可能30分鐘真的是 不夠讓它去加熱到內部的溫度 現在心情非常的 因為我的鬆餅機斷電 就是實在鬆餅啊 因為我要的東西 我弄不出來就不爽 第一場嘛 就先做一些簡單的料理 我想說 一個簡單的料理就死了 我來比賽不是說 我為了要得名 我只是來挑戰自己看看 有沒有到那個能力 對 我們從頭到尋呀 看我們 要注意你 我們今次在分 mantra 我們在討論中 我們在討論中 甚至最終這樣 中 我們看